方寮鄉一處社區 精傳歹徒持刀刑場 有兩名女子搭乘電梯回家時 在裡頭遇到了持刀埋伏的歹徒 儘管說沒有財務損失 但是當中因被害人遭到化傷 根據瞭解 嫌犯跟被害人疑似認識 是當地治安顧慮人口 目前警方正在全力的氣鬆當中 先是左顧右盼 隨後大搖大擺 男子從社區走出來 左手提著包包 右手拿著刀 原來不久前 他在電梯內刑場商人 其實男子犯案前 不僅在附近徘徊 甚至到被害人經營的小吃部 旁邊超商買酒喝 似乎早有預謀 事發在屏東方寮鄉的社區 當時武姓跟陳姓女子 返家搭電梯時 竟遭一名歹徒持刀刑場 就算電梯開啟 兩人趕緊逃離 但嫌犯卻抓住 無姓女子的包包 拉扯過程中 也割傷了被害人的左手腕 据了解被害人 無姓女子是大陸人 七年前來台灣生活後 目前在當地 經營一家小吃部 恐怕與嫌犯熟識 這才遭對方鎖定 有可能是時候 因為報警不行才報警 警方貨報追查 儘管當地社區老舊 電梯內跟出入口 都沒有監視器 查氣難度高 但經過抽絲剝繭 仍鎖定嫌犯身份 目前已掌握 警象及犯前身份 全案槽 搶奪 及恐嚇取材 申辦 側面了解 嫌犯住在附近 曾有切到前科 還疑似是當地治安顧慮人物 目前警方全力氣凶 儘快逮到惡嫌 記者蘇世偉屏東報導